他每天买菜却从来不吃 一到家就拿出了电钻 开始给蔬菜钻孔 把胡萝卜内部掏空后 又拿出刻刀在表面打孔 每一步都非常小心 搞得像是在做外科手术一样 一点点调整孔洞大小 这到底是在干嘛呢 他也不解释 拿起做好的胡萝卜吹了起来 这真的还是胡萝卜吗 大家决定升级挑战 拿来了西瓜鸡蛋和大葱 小哥轻蔑一笑 手起刀落间就把三样食材 变成了乐器 不仅如此 什么山药西葫芦土豆西兰花 都能被他吹出花来 虽然做乐器难不倒他 但现在有个问题就是 乐器的保鲜时间太短了 一旦粘了 音色就不纯正了 只能打成蔬菜汁喝掉 为此每天要不停买菜 买回来就要套上保鲜膜放冰箱 来保持蔬菜的新鲜度 现在他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 上班都要带着一袋新鲜洋葱 用一把美工刀就把洋葱 变成了乐器 把同事看得赞叹不已 他吃冰淇淋 要加辣椒酱 一口下去 冰火两重天 还说口感很像奥利给 咖啡里也要加入半瓶辣椒酱 搅拌一下一饮而尽 他说餐厅的辣椒 一点都不辣 会随身带着一瓶 蜜汁辣椒酱 吃杂椒面 要先来上一勺免费辣椒 再加入自己蜜汁辣椒 好家伙直接成了辣椒拌饭 旁边大哥闻了一下 就辣到咳嗽 吃完了接着喝点水 水里也要挤入辣椒酱 更奇葩的是 喝感冒药也要加辣椒酱 还说这样容易出汗 好得快 剩下的一点药汤里 再加上米饭 这样更有食欲了 感冒好了就要吃烧烤 喝啤酒那自然少不了辣椒酱 喝这么一杯顶过去两杯 不仅如此啊 连他七岁的儿子都酷爱辣椒酱 米饭必须拌辣椒才能吃 连黄桃罐头都要蘸辣椒 刚开始工作人员还以为是番茄酱 尝了一口 嗯厉害厉害 和他爸爸一样 他喝水也只喝辣椒水 不仅是辣椒 各种各样的芥末也是他的最爱 如果不给吃 他就会哭 那他们真的健康吗 经过检查 医生发现父亲患有严重的胃溃疡 儿子很幸运 暂时没发现问题 但医生还是建议少吃 毕竟正在长身体 要多吃有营养的东西 如果吃辣有断味 下面这位大妈也属于王者级别 她十分钟就能吃完一盆辣椒 这就是她今天的午饭 为了增加口感 她会用辣椒蘸辣椒酱 嘎崩脆 好像吃黄瓜一样 她竟然没有丝毫反应 这该不会是假的吧 工作人员决定尝一下 咬下一小口 哎 差点被送走 大妈淡定的看着一切 不一会就干完了一盆 为了测试她能吃多辣 节目组准备了世界各地的辣椒 大妈看着两眼放光 这么多辣椒看着就好吃 首先出场的是来自墨西哥的胡椒 大妈说还不错了 很甜 接着是烟熏辣椒 嗯 吃着像饰饼 第三个是来自泰国的辣椒 吃起来脆脆的像薯片 一旁的工作人员都看热了 再次尝试 嗯 还是辣到不行 大妈感觉很莫名其妙 根本就不辣嘛 虽然大妈很能吃辣 但也有她吃不了的东西 她不能吃洋葱和大蒜 一吃就会满脸通红 甚至会吐血 为啥会出现这种奇葩现象 医生提取了辣椒素 对大妈进行感官测试 把这样的辣椒素的棉签插入鼻孔 大妈一点反应没有 医生认为 大妈对辣椒素不敏感 而大蒜之所以辣 是因为含有大蒜素 大妈对大蒜素非常敏感 所以才会觉得辣 即使这样 我觉得大妈也属于吃辣的王者级别了 然而下面这位小姐姐表示不服 冰淇淋加辣椒酱 这是她的神仙搭配 她一天就要吃三瓶辣椒酱 厨柜里也摆满了各种辣椒酱 还要求厨师多放一斤辣椒面 即使这样 她还是不满足 在面上又加了辣椒段 吃了一脸惬意 周围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节目组给她准备了三种当地最辣的食物 第一个是辣炒年糕 刚吃一口她就笑了 没什么感觉吗 第二个是辣酱咖喱 这个有一点点感觉 很快就干完了一盘 第三个是魔鬼辣鸡腿 仔细品尝下 还是一点反应没有 她说从来没有吃到过 让自己感觉辣的东西 听到这话 节目组放出了大招 搭上了一盒死神辣条 是用世界上最辣的龙系辣椒制作的 辣度是普通辣椒的220倍 据说这玩意只能中午吃 很多人吃完都坐上了一微刻大金杯 小姐姐也重视了起来 扎上头发准备好牛奶 挑战开始 她一口吞下去 仔细嚼了嚼 嗯还不错 刚开始有点甜 后面有一点点辣 即使这样 她依旧一滴汗都没出 不过这样吃辣 屁股瘦得了吗 经过检查 医生说 她患有轻微的食道炎和痔疮 因为她最喜欢吃的就是牙签 只见她一根根往嘴里塞牙签 打牌的时候就当成零食吃 到了吃饭的时候 她先摆上了三盒牙签 一口米饭就着一根牙签 吃的津津有味 你以为米饭是主食 其实牙签才是她的主食 该说不说这牙签能好吃吗 好吃 特别好吃 比幼东西啊 她每天都要吃三盒牙签 一盒牙签有五百根 那么一天就要吃掉1800根牙签 这也太夸张了吧 丈夫也试图阻止她 但她根本不听 你说你的我吃我的 现在大姐变得越来越离谱 这不吃着饭就把筷子给造了 大姐说筷子比牙签大 吃着有嚼劲 口感也好 丈夫看不下去了 给大姐切了点水果 没想到啊 大姐直接把水果放在了一边 对着托盘口水直流 直接让丈夫把托盘劈了给她吃 我感觉大姐就是被丈夫宠坏了 这玩意儿能吃吗 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再灌着她了 靠当我没说 看来只要是木制品 大姐都想尝试一下 她边吃边发表看法 说托盘没有牙签好吃 那么她是什么时候爱上牙签的呢 原来大姐之前患有严重的胃溃疡 有一次 当她意外吃掉牙签时 她的病竟然好了 从那以后 只要胃疼就会吃牙签 慢慢的就上瘾了 宁可不吃饭也要吃牙签 但是大姐的身体真的健康吗 胃肠啊 有什么胃镜啊 都透了 没有关系 没有问题的 有问题也不难地吃了 大姐无时无刻都在吃 就连床头柜上都放满了她的零食 两盒牙签 一堆一次性筷子 躺在床上吃 逛街也吃 她甚至连扇子都想尝一尝 节目主还贴心的给大姐 带来了一些木制碗筷 大姐也不客气 拿起来直接开罩 那味道如何呢 大姐说上面刷油漆了 不好吃 大姐又尝了一下竹帘 也不喜欢 她说竹子有酸味 目前来说最喜欢的 就是羊木做的牙签 于是节目主就送给她 好几盒羊木牙签 假如真的对身体 没有任何伤害的话 开心快乐最重要 不得不说大姐的牙口真好 但是要说牙口好 下面这个男人表示不服 她拿起酒杯 嘎蹦一口 直接咬下一块 接着嘎蹦嘎蹦的吃了起来 周围人的表情说明了一切 在丹东 一个普通的早晨 妻子在炒菜 丈夫在洗餐前甜点 然而里面全是玻璃茶子 洗干净后 上面撒上白糖 她接着就吃了起来 妻子想劝主 但是无疾于事 玻璃茶子能好吃吗 这个焦一口非常香 节目组检查了一下她的牙 除了有点参差不齐万 没别的毛病 那么她到底为什么要吃玻璃 大叔说这个要从20年前说起 20年前她是一个销售 刚和客户签了一个大合同 由于自己不能喝酒 被客户一番羞辱 说她不爷们 为了证明自己 她拿起酒杯嘎蹦嘎蹦的吃了 从那以后 她就爱上了玻璃的味道 她会在玻璃店找各种边角料 不同厚度的玻璃 吃起来口感也不一样 挑选完毕 带着她的美味甜点回家了 回家后 会根据口味对他们进行分类 她说医院的掉瓶最好吃 酥脆 有嚼劲 口感极佳 而灯泡吃起来就差一点 但也很爽口 那么她一天要吃多少玻璃茶子呢 按照节目流程 她被带到了医院做检查 还在医生面前表演吃玻璃 医生也是大为震惊 但是检查结果却显示 她很健康 医生也觉得不可思议 最后还是建议不要继续吃了 以后可能会出现耿煮的情况 最后大叔也表示 以后就不吃玻璃了 以后改成吃牙签 下面这个大叔 看了上面两位之后 连说服了服了 你们都是铁齿铜牙 我只能吃点软的了 只见他抓起一只尼丘 不假思索 直接吞了下去 一只不过瘾 他接着又吞了一只尼丘 被爷见了都直呼内行 他说生吃的味道好极了 秋秋弹弹还能拉丝 随后他把尼丘都撞到了瓶子里 再回家的路上 边走边吃 那就一个幸福 吃饭的时候 也要先吃尼丘开胃 母亲很担心他 但他却并不在意 继续吃着心爱的尼丘 那他为什么要生吃尼丘呢 原来大叔曾经有胃炎 为此还做过五次手术 为了疗养身体 他吃了很多的中草药 但是并没有什么效果 然而有一天 桌子上的尼丘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之前在书中看到过 尼丘有还你胃痛的功效 于是他尝试生吞尼丘 结果胃痛确实好了不少 于是一发不可收拾 他对于尼丘的选择也是很苛刻的 他只吃野生的尼丘 拿着铁丘来到稻田 就开始挖尼丘 不一会就挖到了一盆的尼丘 稍微清洗一下 抓起来就送进了嘴里 那是干净卫生啊兄弟们 朋友想做一道尼丘豆腐汤 他却觉得根本就是浪费时间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 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生吃才是最好的 按照节目流程 他被带到了医院做检查 一番检查下来 他的身体状况很好 但是医生还是不建议医生吃 因为有感染寄生虫的风险 如果非要吃的话 建议只能中午吃 最后大叔也表示 为了身体健康 以后会尽量少吃的 好了我是岳辈 关注我 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 他把生牛肉当面膜 整张脸贴满了新鲜牛肉 血水还不停的滴下来 用完的生牛肉也不浪费 直接吃掉 边吃呢还边笑 还说复完后 皮肤光滑有弹性 更夸张的是 复完面膜后 他竟然用大骨汤洗脸 还必须用熬了12小时的牛骨汤 他说自己是干性皮肤 骨汤里有满满的胶原蛋白 对皮肤很好 最急的人是他妹妹 认为姐姐38岁的年纪 看起来像18岁 容易引来非议 而且由于常年吃生肉 去医院检查后还发现 身体经发生了一个奇怪的变化 但他却并不在意 反而变本加厉 让记者也试一试牛肉面膜 从袋里拿出新鲜牛肉 就往记者脸上涂 边涂呢还边问记者敢不敢动 记者吓得直接不敢动 不一会儿记者脸上都被附满了生肉 静静躺在沙发上感受效果 看到不停渗出来的血水 他却忍不住流口水 附完后直接吃下一块塞进嘴里 还说口感非常滑嫩爽口 他还推荐记者尝一下 记者含着生肉 迟迟不敢吃下去 他每天都要去买新鲜的生肉 检查师傅新鲜的方法 就是直接生吃 店主露出了关怀智障的眼神 他却并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确认新鲜后 直接买了一大袋 回家后简单调个蛋料 就可以开吃了 因为吃着也很费钱 他没事就去餐厅打工 这样还可以顺便吃点餐桌上的生肉 老板看到后也不敢说什么 毕竟敢吃生肉 也是个狠人 等发工之后 他摇身一遍又成了顾客 在自己的打工店继续买生肉吃 虽然吃的是烤肉 但从来用不到烤盘 他这一天的工作收入才三万块 然而一顿就吃了八万块的生肉 这天他遇到了另一个喜欢吃生肉的人 两人来到一肉店 开始了比拼 大妈拿起一片生猪肉 再点酱油就开灶 大妈表示吃生肉还没怕过谁 两人很快就吃完了一盘猪肉 接下来两人准备吃活鱼 简单处理一下 抱起来就啃 一口下去还会爆浆 不一会儿整条鱼只剩下了骨头 两人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还约好以后要经常出来一起吃 但这样生吃真的健康吗 最后大家还是带他来医院检查 结果在他场道里 发现了一条长达一米的猪肉掏虫 医生及时为他进行了驱虫 还告诫他 为了健康千万不要继续生吃了 大姐是吃飞鱼罐头长大的 什么臭 她就吃什么 她尝试过吃屎 但是不喜欢 因为不够臭 臭豆腐只能算是小甜点 下水道的气味对她来说 那就是新鲜空气 和朋友聚餐 朋友想要挑战一下 夹起一块飞鱼 高放进嘴里 就止不住的呕吐 她却什么都感觉不到 不一会儿 自己就干完了一盘屎 呃 飞鱼 大姐现在最爱吃的却是鱿鱼 因为瑶鱼比飞鱼还臭十倍 节目主邀请了几位瑶鱼爱好者 来到瑶鱼发酵车间 门一打开 一股比下水道还要臭一百倍的味道吸来 怎么给你形容呢 狗闻了都嫌臭 熏着眼睛都睁不开 其他人纷纷摆下阵来 大姐却直接贴着瑶鱼闻了起来 越闻越上头 好想吃一口 不仅如此 大姐生活中也是处处重口味 做菜要加五勺盐 半斤辣椒面 这样吃起来才有滋有味 那她为什么会这样 她却说其实自己闻不到任何气味 冰箱里的食物换没换 自己也无法从气味中分辨 只能尝了才能确定师傅过期 因为闻不到任何气味 也让她暴露在危险中 天然气泄露自己也毫无察觉 食物烧焦了也不知道 节目主带她来医院检查 一番检查过后 医生说她的嗅觉功能已经完全丧失了 味觉也在退化 这种情况是没办法治疗的 不过闻不到气味并不完全是坏事 大姐是养老院护工 平时的工作就是帮老人换尿布之类的 因为闻不到气味 所以工作起来很轻松 自己也很喜欢这份工作 把缺陷变成优势 大姐还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但是要说吃的奇葩 下面这个小伙表示不服 他抓起一把沙子塞进嘴里 嘎嘣嘎嘣的吃了起来 周围人的表情说明了一切 他却说沙子比糖还要甜 还让旁边的大叔尝一尝 大叔露出了关怀制造的眼神 又到饭点了 他从袋子里掏出两把沙子 这就是他今天的主食 接着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 那是干净用卫生啊 吃完还张嘴让节目主检查了一下 吃沙子没错了 他没事就去工地吃自助餐 工地上的沙子新鲜可口 品类多量还大 来到工地先试吃一下 嗯这个比昨天的甜 哎呦这边又上新品了 白沙还真没吃过 一口下去嗯还有海鲜味 他的经验是红沙比较甜 白沙比较咸不好吃 在此呢感谢小哥的分享 让我们知道了白沙不好吃 他说自己五行缺土 累了困了就要吃沙子 沙子能为自己提供能量 所以每当工作累了 他第一时间不是休息 而是找出随身携带的沙子 咬上一勺直接开灶 只要吃上一口 整个人都精神了 然而他开始吃沙子的原因 却很让人心痛 原来他小时候家里很穷 三天都吃不上一顿饭 饿得受不了了 就想着吃沙子来缓解饥饿 这一次不要紧 他打开了味觉新世界 竟然爱上了这种味道 但是大家不要模仿 我替大家尝了 一点都不甜 比死还难吃 最后我有个疑问 吃进去的是沙子 那拉出来的是混凝土吗 没钱的吃沙子 那有钱的是啥呢 下面这个小哥就很搞笑 他一吃东西就会流泪 并不是辣酷的 就算吃米饭 也会止不住的掉眼泪 而且只有左眼会流泪 吃饱以后就不会流泪了 而当他看电影被感动了 就换成右眼流泪了 两只眼睛分工明确 就很神奇 妈妈说他出生的时候就这样 只有一只眼睛流泪 还给节目组看了照片 但照片上明明两个眼睛都在流泪啊 妈妈说是因为他手里还拿着零食呢 正好凑齐了一对 他说吃不同食物 流泪的程度也不一样 好吃的流泪多 口味一般的 只会掉两滴意识一下 所以公司聚餐 都会让他先吃 看泪水大小判断食物美味程度 妙啊 这种特殊技能对工作也有一些影响 他是一位歌手 在外演出化好妆后就不能吃东西了 调皮的同伴强塞给他一粒爆米花 没一会儿眼泪就掉下来了 节目组带他来医院做了全面检查 医生说很可能是神经末梢问题 接着又对眼睛做了测试 医生说这种病叫鳄鱼的眼泪 是由于唾液神经和内线交织在了一起 吃东西流的泪应该是唾液 只是有点恶心而已 并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伤害 最后小哥也说 不是什么大病我就放心了 以后准备去演戏 会把缺陷变成优势 哭戏一定会演得很好 好了我是月贝 关注我 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